吴尼尼尼尼尼尚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上个月强震来袭 横跨秀古兰西的花莲县玉里镇高流大桥 以及轮天大桥坍塌 那么县府赶在迅期来临之前拆除坍塌的大桥 那么因为桥梁重建必须要耗时多年 当地居民必须改到绕远路 那么徐政卫表示 变道一定会在12月底来完成 上个月强震来袭横跨秀古兰西的玉里镇高流大桥 以及副里乡轮天大桥坍塌 县政府赶在迅期来临前拆除塌桥 因为桥梁重建需要耗时多年 当地居民必须改道绕路 徐政卫表示变道一定会在12月底完成 高流大桥和轮天大桥的这个 我们的变道部分 我们这个在12月底 要把它完成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使得安全便利 另外因为目前正值收割期 高流地区农民必须绕路到玉里送稻谷 这部分绕路的邮费将由县政府来致印 那另外呢对于到目前我们11月份 要开始这个收割骨子的部分 因为会这个多产生绕路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邮费的这个运费的补接的部分 现在也会补接 让我们的农友不要担心 就是说你要运到我们的这个浴溪农会 来交骨子的这个运费都不要担心 高辽轮天大桥已经确定重建 估算轮天大桥大约需要20个月 高辽大桥要28个月 相关经费已经向公共工程委员会来争取 重建期间设置西底变道供民众通行 为了通行管制也需要玉里镇公所来协助 县府近日会请公所单位 道场会刊变道设置路线 12月底就能让民众通行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